今天我就做四十雅妹 我買了幾副這些在淘寶買的 超級便宜 十幾塊一副 十幾 有些是二十幾 三十塊 那用來做什麼呢?就是用來擋飛沫 我以前試過上班戴這樣的眼鏡 接著那些人就說壞事 就像什麼AV那些女主角 接著搞的時候就不戴了 但是現在呢 為了安全起見 我是建議大家都戴的 就這樣去旺角女人街 或者銅鑼不是也有一個女人街的嗎? 在渣點放 買一副帶 因為我知道我真的很長 很沉 但是其實呢 之前都是講過的 就是台灣的專家一早就說了 其實這個東西 你不要理它什麼 氣溶膠的字眼 其實你當它是空氣傳播 我之前分享過 有一個日本NHK做的 它是用一個很精細的儀器 如果還沒看過這條影片的 我可以重新發出來 或者你回顧身同感受 你找回個帖子的 就是它有一些很高科技 我是沒有的 的鏡頭就拍著 就是兩個人的對話 比如你坐在我對面 正常一米距離 原來我一直說都一直噴飛沫的 其實只要我是帶病毒 你不要理我有沒有症狀 沒有問題 你都會中的 然後我另外一個測試 就是一個人走到一間房間裡 然後他就剪掉了不知幾下 那個是一個模擬來的 然後他就計秒數了 幾多秒至幾多分鐘 之後整間房間的人就中了 OK 好 我再分享一下 因為我好像有一條是完整版的 還有你不需要懂日文的 不需要懂日文的 因為你是看它的模擬過程 就是它的模擬過程 還有它的實力 就是一個人 他特意用一支棒去刺鼻 刺激鼻 這樣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是去到幾遠的 是真的恐怖的 OK 那我會再開一個YouTube 你知道嗎 我做了這麼多年節目 我現在終於想到我想怎樣做節目 是不是很好笑 我現在才想到我想怎樣做 但是我現在開始回應了這段時間 回應完之後 我就會開始講這個禮拜想講的東西 而我也終於決定了 我不管了 我不需要逼死自己 有一個怎樣的框架 因為我覺得有框架的時候 人是不自由的 我不如就講我自己 抽一條框架想講的東西 如果你們有問題問的話 拜全面而已 儘管 儘管問 OK 那我現在就在找上一集的留言 OK OK 好啦 OK Ronald Wong就問我了 內容好正 多謝你 希望可以講多一些靈性的題目 樂私底主義說這個世界是一個虛幻的 你知道嗎 其實樂私底主義是什麼呢 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其實佛家說的都是一樣的東西 今天我先在舖上有個客人 他說 喂 你說的話就好像Matrix Matrix 叫什麼Blue pill Red pill 其實就是在說這件事 就是紅藥丸和藍藥丸 其實這個世界是虛幻的 其實是的 你看佛經裡面 如夢幻泡影 如霧如電 還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其實你猜它在說什麼呢 其實它不是在說 你覺知你感受到的世界 其實是虛幻的 就是它不是完全的真實 它的真實只是在你的感受當中是真實的 就是它好像跟我說 它剛才的客人跟我說 那就是你和我 我們這些都不是真實的 我直接問他 我說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我都不是真實的 是你project出來的 就是在佛家的角度 和在靈性圈子的角度 是這樣的 就是每個人所感受到的世界 是完全不同的 一個最簡單 大家很容易理解的方法就是 藍絲它理解的世界是否不同 小粉紅理解的世界是否不同 跟一般的香港人 有些很猛的 你看到一些港豬 我們很猛的 他們感受的世界是否不同 沒有東西啊 政府很好 林鄭、施政很好啊 它現在不是封關嗎 你還想怎樣呢 它現在不是禁酒吧 一有它就立即行動了 有什麼問題啊 是啊 但是接著其他人都直接瘋了 覺得他 是吧 還有 其實他們在那裡吵架 就說 香港去年的示威活動啊 抗爭活動呢 影響到香港的經濟 各方面啊 但是其他香港人 例如我本人會覺得 如果不是去年搞到這麼大壇的話 大把大陸人下來了 香港一早就淋陷了的了 12月 武漢下來的人 1月武漢下來的人 已經玩完了了 香港 因為那時候你還不知道 而這隻病毒怎麼那麼可怕 因為它是一個隱形殺手 你看不到的 今天呢 各位 有一個案子 是一個二十幾歲的 二十幾歲的女生 家居隔離期間 發燒自行吃中藥 今早送院途中忙 你們有沒有人知道這件事啊 儘管留言啊 我想和你們有多一些交流 包括我都說了 如果你們任何人去銅鑼灣 或者你知道 你四天之後想去銅鑼灣 你想和我面對面 Come on By all means 你明白嗎 現在可以網上預約的了 你預約我半個小時 和我見面聊天 沒有需要任何費用的 你上來你不買東西 我也不買 老實說 為什麼一定要買東西 還有你跟我談完之後 如果你不想買 我也不理會的 你不要有壓力 我經常都說 真的 全靠上年的運動 要不然香港一定招了 你想想 老實說 我自己一月 我想是一月十或十二日 總之我在日本的 我去日本之前 我已經採購了口罩 包括大家 今時一定買不到的Medicom 放在店裡 我已經拍了照片 出了Post 沒有人理會 沒有人理會 沒有人當是一回事 大家還在覺得 當年SARS又怎樣怎樣 這次又怎樣怎樣 這次已經很多了 這次已經很L多了 怎麼會是曾經SARS SARS是它的死亡率 算是高 但是你看真點 你真的相信 這次中國的數字 它說是1.5的死亡率 你現在看看 意大利 西班牙 美國 英國 世界各地的數字加起來 是不是真的1.5% 一定有偏差的 有variation 有些是低一點 有些是高一點 這是事實 但是我們在說 很多國家 譬如意大利 西班牙 是捱著10 其實你想一想 意大利 西班牙 美國 的醫療系統 會不會差過中國呢 其實 那你自己心中有數 就算不是差過這麼多叮噹碼頭 那為什麼中國的數字會站低呢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在說 香港人為什麼這次會沒事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恐懼 我們的害怕其實是自保 你見外國 很多人還在說 現在比較好 但是最初是說 It's just another flu 它只不過是雙風感冒而已 你們不要在那裡小提大眾 你們不要自己在那裡震驚 自己在那裡怕 在那裡騰街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那些醫護人員 如果是要進去那些婦下病房 他們穿那套東西 是嚇死你的 是戴了普通的這些眼鏡 沒有那麼大的框 普通眼鏡 好了 戴普通的外科口罩 然後還未穿 我大概記得那個印象 就是那個步驟 再穿保護衣 保護衣要再貼東西的 OK 接著呢 再脫頭 再框那些 密封色的眼罩 然後再綁帶的口罩 OK 中間還有手套 有鞋套 有什麼 老實說 如果 真是 這是另一個疫苗 會不會有需要 就是這樣 其實 而病毒最恐怖的地方就是 都是那一句 你只要給他機會 他一定會打倒你 他不管你是誰 你一定是政協 你是外國商人 你是香港某個大有錢人的外孫 它不重要 任何人 你只要有機會 你只要掃去疏忽就可以了 所以香港人 和台灣人 這次 為什麼這麼近 台灣金門 你知道很近大陸 香港 直接在口裡 香港還有這麼美妙的政府 你直接是 完全沒有染雞籠 但是為什麼香港是沒有事 so far OK 就是因為香港人不信政府 香港人有恐懼 但是恐懼 and all depends on 你去到什麼程度 如果你的恐懼是 害怕到你晚上睡不到覺 跟著 你害怕到你不斷地洗手 洗到脫皮 洗到紅腫 你還在洗手 你知道它已經out of control 所有東西都是在說 是不是中容 是不是在中間 Fear是用來救命的 這個是恐懼本身的存在價值 我們看到一些靈性圈子 其實我想說這件事很久了 靈性圈子的人 講一下虛幻 剛才不是說的 靈性圈子的人很棒的 就是他們說 你的思想製造實上 就是matrix red pill blue pill 然後佛家也是這樣說的 那我不覺得自己有事 我就不會有事 我和一個大陸的靈性圈子的人 通過電話說過一件事 他就說 他用大陸的普通話說 我肯定不會有事 我呢 有用精油 而且呢 我現在呢 我根本 你知道這個病怎麼來的嗎 這個病就是因為你們啊 吃荷 你們呢 殺生太多了 所以才會有這個病的 我跟你講 我吃素三年了 我乾淨的很 我不會有事的 而且呢 我呢 用精油 我跟我寶寶都在擦精油 我們下去啊 去小區裡面 都沒有呢 戴口罩 我們都沒事 OK 好了 不免得他講下去 首先 精油呢 對抗一般的細菌和病毒 有沒有用 有用 非常之有用 我現在呢 不方便起床 其實呢 我想拿一本書 我現在看到的 它距離我呢 不夠兩米 那本書呢 是曾經呢 在大館 就是中環呢 荷里活到大館 對面呢 那個叫做奧比利街 有一家叫做 The New Age Shop 有可能不少一年多的人 OK 如果有去那個那裡 曾經以前有這樣的店 那本書呢 是發王的 它叫做 Magical Aromatherapy 我接觸精油 是已經講了20年了 OK 它的魔法特質 還是它平時 OK Apply到不同的症狀裡 是一向有用的 但是 我會不會覺得 我這次對抗這個病毒 我就這樣塗一些 Eucalyptus 就是 尤加利樹 或者塗樹精油 薰衣草 就會沒事了 我不會這麼說 因為你要記住 You live in the real world This virus is real OK It's so real that people are dying 這個病毒是真到 不能再真 因為那些人正在死 OK 很多人正在死 出名的鞋匠 鞋界的神話 Sergio Rossi 死了 出名的建築師 出名的愛知病 研究學者 死了 很多很聰明的人都死了 好了 為什麼呢 他們不是該死嗎 是不是他們的神保佑他們 不是 記不記得上一集說什麼 上一集說 太陽輪時代的結束 太陽輪時代的結束 會清理什麼 權威 很可憐 他們這方面的權威 所以我這些小火腿 我沒事的 我會不會覺得自己沒事 我就不戴口罩出街 不會 我非常小心 我再說一次 我的研究是怎樣 好嗎 我的保險程序是怎樣 你們要留意吧 乖 我會查一下你們的留言 有些什麼想問 儘管留言 乖 我的研究是怎樣 我的研究是 我的門口 不是地址 我只有一塊盤 然後有一塊濕毛巾在上面 那塊濕毛巾浸的是什麼呢 是漂白水 濕到你踩下去 是跌水出來 所謂有個盤兜著 因為外面的地盤全都濕了 我回到家 我踩在那個上面 踩幾分鐘 讓我鞋底整個面 和那塊的坑都浸進去 我才踩進去 家屋裡面 一進去 我會伸手馬上碰到的 就是有消毒噴毛 75%的酒精 噴噴噴所有的手柄 門柄的噴了 包括嶺那裏 山那個flip 就是不是有一個棍 然後你這樣吸進去 就是你開門 想看外面是誰 全部噴了 脫下口罩 放進垃圾桶 噴上酒精 脫下眼鏡噴酒精 可以嗎 接著 再進去洗手間 洗手 脫下衣服 洗澡 洗頭 才走出來 不會觸碰貓 不會觸碰貓 不會的 你全部都不要給我污染 因為你每一次出街 你當你自己帶了一隻病毒回來 你不要跟我覺得你不會有事 剛才扮了個大陸婆 她就覺得自己沒事了 她現在有沒有事 我不知道 我不在意 但是不要覺得自己不會中 是別人的事 不要這樣想 靈性圈子的人現在犯這個錯誤 認為你的意念就是創造實上 所以我不覺得我有事 我就不會有事 現在中了那百多個人 如果當初覺得自己有事 很小心 自我旁邊的話 他們未必會中 她就是因為不覺得自己有事 她因為沒有恐懼 所以才會中 你因為你不恐懼 你才疏於防範 你才中 所以不要覺得沒有恐懼 覺得自己不會中 就不會中 這件事是講不通的 那很難你說不是 但是靈性的人說 是你的意念製造實上的 那我不覺得有事 我就沒事了 好了 我現在回答你 聽著 你的意念製造實上 你的實上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我的存在 是不是 即是我 Lana 或者網名叫Pam 女王 我的存在 我是女性 但其實我的靈魂應該是一個男人 你去買 我做一個Healer 一個生童教官 等等 等等 是不是我已經製造了我的實上 剛剛 我製造了一個實上 我製造了一個是什麼 是有武漢肺炎 A spiritual 人 界別 你製造了這個實上 是有武漢肺炎 2019年11月 是中國武漢爆發 居民和華南海鮮市場有關 有另一個版本就說 跟武漢的P4實驗室有關 是嗎 這個是什麼 你的實上 是的 你的實上裡面 這個病毒是不是現在傳播 是的 這個病毒 是不是在殺人 是的 為什麼你的實上 會認為你可以排除在外 說不通 明明 還沒吃東西的時候 所以 不要覺得我不恐懼 這件事就不關自己的事 你相信我 現在歐美 有很多人不恐懼過來 那些人 在Sidney 還去的 Bondy Beach 在Florida 還在開派對 那些小朋友 很多人都中了 美國過了10萬 那些人就因為不恐懼 所以這個時候 那個恐懼會救你一命 只不過那個恐懼去到什麼程度 OK 行不行 好了 我看一看你的留言 看你們有什麼想問我 還有有什麼要回應 我回應完 我就講今天的主題 OK 另外 香港的命運如何 有沒有透過占卜 天眼通 預測未來 謝謝你 首先 寶丁我講過 其實他的聲響非常之厲害 只不過他是一個很謙虛的人 看不出大米 其實他是這樣的 所以他不講 但是我們兩個之間是有溝通 有一個看法 還沒發生的事情 我們先不要當真 有一個看法就是說 五月底 事情會好轉 但是這個好轉 doesn't apply to everybody 記住 因為這個武漢肺炎的存在 是一個共業 什麼叫共業呢 想像一下 大家一起 在舊水裡塞車 這是不是共業 大家一起承受這件事 現在全世界都在承受這個武漢肺炎 這是共業 好 大陸婆說 是因為殺生太多的那些 你怎麼知道 如果你的版本是對 人家的版本就不對 沒有人知道 總之我只是告訴你 這個時候我很清晰 我很現實地告訴你 這個病毒產生了 它的而是一個存在 and it's killing people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請注意 非常非常小心 你自己不愛惜生命 你厭世你的事 你不要東西都伸給你 因為你家裡可能會有老人家 有小朋友 你如果自己帶了一個病毒 你惹了人 你死不去 good for you 但如果你惹到身邊 比如爸爸媽媽 爺爺媽媽 高公婆婆 小朋友有什麼事 這個人命的債在你身上 是生生世世背著的 所以不要搏 我繼續說 Al Sandy Sasa 之前聽麥倫一個魂 今天牽入歷史來講 很有趣精心 其實麥倫不是這麼難理解的 還有我都說 其實很多時候 我說你們沒事 你們離開銅鑼灣找我 為什麼呢 就是有些事情 如果不是針對你去說 比如說 你檢查了麥倫之後 我不知道你的背景 我看著你的麥倫表 我解釋給你聽 我的理解是什麼 你才會知道 對不對應到你的情況 你明白嗎 因為你不是說 風貌不相及的事情 你說你自己的時候 那整件事就能對應到 還有一些測試 比如說 我碰你不同的部位 去做測試的時候 你看節目看不到 因為我沒有一個真人給我示範 還有就算我找阿姐 那裏來示範 好嗎 你都會覺得 你倆這麼熟 你倆是朋友來 你倆是合起來 但是如果你現場給我試 你才會知道 所以現場有用很多 所以我其實過了這次疫情之後 我想大量的做工作 就是多做很多工作 水晶工作 經濟平衡工作 麥倫工作 這些各種不同的工作 好了 好了 印度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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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早可以 佛教他都不要 佛教得中國一早了得 什麼 只是中國用 政府用來 娛惑大眾 OK 首先 印度 為什麼可以和不可以呢 接著佛教 為什麼中國一早要得 我聽不懂你的話 但是我想告訴你 印度本身佛教是最輕盛的 但是後來 如所有事情都一樣 他加了四個字 乘住壞胸 他的形成有個過程 他住的意思是 他住世 在這個世界上 存活是一個時間 即是有效期 對不對 接著壞了 他開始衰壞了 其實我們 現在是不是住 是因為你看到我 我是不是住在這裡 我住在這裡 對了 但是壞 我同時都在壞 我一直跟你說話 其實我世伯一直有生死更替的 我一直在衰老 所以你跟我說什麼 你看不到我現在 那些皺紋越來越深 但是其實它正在形成的 我一直在衰老 到最後我變胸 什麼來的 我歸於靈 不再有 而這承著壞胸 是應用到所有東西 佛家裏面沒有一個東西叫做 至高無上的神 做物主 沒有這些東西 今天那位先生 他問了我一個問題 他說 我真的想問你 你說差遠一點點 他說 因為有另一個鞋子 他說 為什麼 靈性世界 上面那幫大佬 會容許這件事發生 這裡我回答你很簡單 可能聽眾 你們有人會覺得這件事 怎麼會發生 首先你要知道 其實造物主 和全能的上帝 天主宰這些概念 是過去太陽輪時代的產物 太陽輪時代之前是沒有這件事 沒有人會認為只有一個神 第一 第二 也沒有我的神是真 你的神是假的 這種概念 一有這個概念 就是所謂的二元對立 就是會開拖的 你明白嗎 因為你正在拜的神是假的 那我就有責任要清剿你 我就有責任要 十字軍動證 讓你知道你的神是假 而我的神是真 然後我就可以以愛之名 以宗教之名 以正義之名 出師有利地殺人 但其實這個過程 你是不是心甘情願讓我去想 不是的 有沒有消殺搶掠呢 都有的 但是這次說出師有命 因為你的神是假 我出於拯救你 所以這樣做 記住 這個全能的神的概念 是過去二千五 三千五的事 太陽輪時代 所以 第一 你問我 我不買這件事 我不信這件事 我不信這件事 我信不信有更高智慧的生物的存在 我信不信有更高智慧的自己 我不信 我不信不信有更高智慧的自己 另外一個空間的自己 是更高次元的自己 更高智慧的自己 我信 我又在那裏 就是什麼呢 譬如我最強的 我坦白說 不是生同的 我最強的是零敗的 我以前的伙計 見到我用靈畢用到出神入化 他們偷偷地走去搖擺 靈畢你知道會動的 愛證 他們偷偷地走去搖擺 搖擺什麼呢? 搖擺買馬 買六合彩 我忘記是馬還是六合彩 總之他們買了 那次馬中了一場 讓我知道了 我怎麼會知道 你猜他們跟我說的 不是吧 我看CCTV看到 聽到他們說 很開心認知 我跟CCTV很瘋 兩個人只是瘋了 因為他們只是看到 他們貪廣命 他們想要的東西 他們看不到 什麼叫做交換 你想要的東西 你想要薪金 是不是 你上一個月來交換 你想要別人對你的愛 那你就要展現對那個人的愛和尊重 好了 很多時候 這件事不發生在生命裏面 你沒有這件事 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不知道為什麼 It's probably missing in the first place 我現在差遠又說另一個客人 另一個客人就跟我說 他說他脫髮 睡不著 吐很大壓力 然後聊聊聊 原來他的壓力量 越來像他的婚姻 我問他 我問他 你怎麼稱呼你老公 喂 爸爸這樣 平時小孩子不在就喂 如果小孩子在就爸爸 那我就說 你覺得這個稱呼有沒有愛的傳統 沒有的 想一想沒有的 那我說 那你覺得你稱呼他爸爸有沒有問題 他說 那就小孩子在這裡稱呼爸爸 那如果你稱呼他爸爸 或者他稱呼你媽媽 那其實 你的身份是誰 那就是你是他的女兒 或者他是你的兒子 為什麼人們結婚之後 其實婚姻也沒有出事 愛情也還在 但是為什麼生了小朋友之後 很多時候出事呢 就是因為爸爸和媽媽這個稱呼 這個在家庭排練的角度 是絕對不能這樣稱呼的 因為是斷絕了愛的流道 你老公叫你媽媽 那你真是他媽媽 就是亂了 那你不會碰你老婆的了 因為他變了媽媽 他的身份就由太太變了媽媽 明白嗎 那沒有了愛的流動 而家庭排練 我們說的時候就是說 其實所有東西是關乎愛的流動 這個社會 政府對市民沒有愛的流動 所以反了 亂了 是不是 因為 他在上面 我們在下面 他要有流動 愛給我們 沒有 我們是小孩子 他是長輩 沒有愛的流動 因為家庭都是這樣的 如果沒有愛的流動 如果夫妻家沒有愛的流動 就會有很多問題 你的身體沒有愛的流動 也會有問題 這是靈性的角度的看法 所以 回頭 就是 所有東西 記住 沒有一個 所謂的 我不是說 我不相信就是沒有 你相信有 你就繼續覺得有 但是 不是說 為什麼神要被這件事發生 或者說 為什麼現在會有這個病 為什麼有好人死 為什麼 good things happen to bad people 為什麼壞人又升官發財 OK 加薪 林鄭加自己多少萬元 十二萬 OK 然後警隊又加薪 但是為什麼呢 好人就有壞事發生 這樣 一個 我剛才的比喻就是說 你現在全部的人都在舊水 都在塞車 共業 好 但是 有人是牽著手 默韻當中 你眼看我眼 很甜蜜 或者在煲的 煲都很軟 好了 但是有人是肚痛 很急著要去廁所 有人是很急了 OK 要去廁所 這樣就不一樣 好嗎 那你選擇最大問題是 或者在舊水塞車 但是坐在白車裡面 趕著急救的人 當中就沒有命了 對不對 所以在共業當中 還有別業的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說在靈性層面 好了 就是 比如說濕疹 說depression 這些病 你可以吃藥 物理層面 都可以繼續吃藥 沒有問題 吃 如果藥就能夠救你 它一早就救了你的奶 就應該康復了 但是 其餘的層面 好嗎 我舉一個例子 一個 我真的是很濕黑的例子 我就這樣叫做M小姐 好嗎 OK M小姐 就是很嚴重的濕疹 在這個疫情 還沒爆發之前 它就已經全身遮住了 就是戴上口罩 戴手套 戴帽子 罩著 因為它全身很嚴重的濕疹 OK 好 好了 她學過很多身心靈的東西 跟她聊 我跟她說 你應該要補充膽固醇 這是很多人的 叫人補充膽固醇 其實這次武漢肺炎的發病者 有研究發覺 他們發病的頭幾天 頭一個星期 膽固醇是暴跌的 為什麼會暴跌呢 膽固醇拿來做什麼 Fight 發炎 所以你們繼續 繼續降膽固醇 不要問自己身體 為什麼抵抗你這麼差 為什麼發炎的狀況這麼嚴重 所以我是真的去吃骨髓的 我吃骨髓 我還有吃鵝瓶蛋 我特意吃的 要補充膽固醇 因為我要補充 我要保命 我要保持自己的賀爾蒙 各方面 好 接著呢 我剛才說 你多吃一些鵝瓶蛋 你要曬太陽 就算你不能把自己在太陽下曬個洞 你能夠接觸到太陽 可以碰到皮膚 好嗎 接著呢 有什麼要吃 有什麼草盆有用 但是接著呢 再說下去呢 就是 你會發覺 他很想知道自己 是不是有家族創傷為全 那個層面 譬如他媽媽抬著她的時候 然後 是不是因為有很大壓力 令到他身體裡面的皮質醇很高 因為媽媽抬著嬰兒的時候 媽媽的皮質醇高 令到嬰兒出生的皮質醇高 這一點是科學證實了 好了 接著呢 他是不是跟家裡的任何人 因為有那個 就是在家庭排列的角度 或者在家庭創傷的角度 受了其他人的影響 好 這一部分我們有看到 好了 能量角度 心靈真的特別弱 心靈跟皮膚有關 跟什麼情緒有關 跟傷痛有關 他很容易哭 說幾句就哭 很難過 很多難過 而又怎麼說呢 其實 濕疹也是有研究 有研究 顯示 絕對跟情緒有關 好了 最棒的部分就是 有幫助做平衡 如果跟濕疹有關 我們會檢查哪幾個經樂 最主要是 廢經 廢經 然後我們會檢查三招經 還有什麼經 皮經 會檢查皮經 檢查平衡 檢查平衡 有沒有好了 有好了 沒有好了 做催眠 催眠那一刻 他的案子很深刻 為什麼呢 其實催眠的過程裡面 帶他放鬆 帶他去看 我還沒想到這麼快 已經去到這麼深 他去到 寧寧層面的加油站的時候 就是他那個休息小站的時候 他說他看到他的高摩 OK 然後他的高摩 就跟他說話 然後他就說 我不想要我的命很辛苦 很慘 這樣 帶著他去說話 他哭得很可憐 然後呢 如果大家聽我吹不起來 會知道 其實有一個叫做 Past Life Regression 就是 前世回蘇 OK 不是故意的 但我也想看看 為什麼他的濕疹會這麼嚴重 做前世回蘇的時候 就回到他有一輩子的十四歲 OK 十四歲 接著 我說 你在哪裡 他說我在秘魯 接著我說 你發生什麼事 Long story short 就是 他被燒死 OK 那你說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上一輩子十四歲的時候 被火燒死 所以他現在這一輩子 濕疹這樣 我不知道 我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 我怎麼平行時空回去檢查 他是不是真的有過一輩子 他把名字都說出來 叫Saraki 是不是真的可以回到那輩子 那個是不是真的他 還是他幻想出來 沒有人知道 OK 但是 在靈性的角度 因為時間不是一條直線 你的過去 你的未來 在平行宇宙裡面同時存在 所以為什麼會有一個高我呢 那個高我就是一個已經靈魂揚聲了 筆了葉 搞定了 佛家角度成了佛的你 其實就是這樣 你想像一下如果 情鬥初開十三四歲的你 或者十五六歲的你 可以寫信問 48歲的你 怎樣看你的感情 你覺得你的建議會怎樣 你會得到的建議 會不會好過你身邊那些同年幾的朋友給你的建議 所以我說我用零擺的時候 我為什麼不在節目裡講太多 或者我為什麼 so far 我都沒有開班教 因為我真的要拚出那個人 不像我以前的同事 就是我的staff那樣 我把零擺出來拚 是問跑馬 贏哪一隻 因為 因為 剛才Alan Yu說得很好的 質能不滅 就是宇宙間的 Energy 是constant 數值是不變的 你始銷是給獎 如果你要給獎 是因為一定在其他地方有個銷 那我要薪 那我要薪 那我就要犧牲一個月的上班時間 是不是自由 其實你換了那個賭馬 贏 其實你犧牲了什麼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 spiritual的人 他收了那些 譬如學費 或者workshop的費用 他們是叫做能量交換 他不會說 好像中國術數 以前的名字 就不是叫費用多少錢 是叫潤金的 而呢 在spiritual界 就叫做能量交換多少錢 為什麼要有個能量交換 因為 就是剛才說的 我那群 staff很棒的 有一個是所謂的 玩佛牌 做這些事情 很失望 另外一個 女孩子 什麼都不在乎 一天都在打遊戲 吃煙 打遊戲 打麻將 上班 睡覺 沒有辦法 我去年 我請幾乎請不到適合你 只有這樣 所以我去年 舖子放在這裡 我又要讀書 而很多同事 甚至有一段時間很誇張的 是他們上班睡覺 鎖到門 客人在門口 幾個在門口 排隊 禁鐘 不開門 一個可能在裡面 打電話 甚至真的睡了 不開門 你問我 是不是覺得我很過意不去 我是 我很想裏補回這些客人 其實 但是 我請了這樣的伙計 我又請不到更好的伙計 直到現在 其實是 我覺得很心默 我覺得我對你不住 但是 那個時刻 那是一個時刻 就是一個過程 我要經歷 每個人 靈性的進程都不同 例如 我有其中一個同事 她老公就說 能量龜波氣功 你看我經常說這個案子 你便上來 我便給你看一下 什麼叫做龜波氣功 有得看的 是啊 能量有些測試 你的經絡 能否測試到 剛才問我說 為什麼 上帝主 會讓這件事發生 我跟她說 因為你現在這個主 上帝的角度 其實是太陽倫時代 過2500年至3000年的產文 因為在耶教文明之前 我便說其實有個法老 我忘記他的名字 他便說 突然之間 整個埃及所有的神都是假的 只有太陽神是真的 然後便出現 猶太教 然後便出現現在的基督宗教 是2500、3500年 但是你想想 他這麼大隻 我這樣一推他 拋不了 三招經 他有縮神 這個三招經 和什麼有關呢 和你身體的皮狀 腎上腺 甲狀腺 睡得很好 身體的抗壓基石 其實是很高的 六呎高 很大隻 為什麼推得動呢 是你的驚惑的力量 所以 我剛才說的那個濕疹的女生 她 跳回去講一句 她其實 她有一輩 十四歲 被制製燒死了 如果我們在那一輩子 著了手 改變了一個結果 which 是有的 OK 她最後是手中正寢了 那一件事 它是Ripple effect 即她的涼漪 她的蝴蝶效應 應該在這一輩子 產生作動 我明白嗎 那她這一輩子 如果她的濕疹 是因為她全身 爛了的濕疹 是因為她上一輩子被燒死的話 那是不是這一輩子 如果那個結局改變了 這一輩子的反應會變化了 那我們就觀察這件事 明白嗎 OK 所以你說是不是 個個做前世紅素 都一定會看到自己 哇 曾經是一個偽技 哇 曾經是一個將軍 如果你打算這麼厲害的話 你揭穿三世書就算吧 三世書那些全部都是這樣的 女的 青露女子 男的將軍 很棒 要不就是殺人太多 要不就是感情騙人 所以你今次是感情會信 三世書就是打的 前世紅素是真的嗎 都是那一句 沒有辦法去確認 但是你只能夠在這一輩子裡 去看回事情的變化去知道 OK 你們留言一下 我現在看一看 中國都是宗教 但是他們都會被青社會 所有東西在最後 承轉壞胸 它形成 存在 同時之間壞 到最後化空的都沒有了 OK 多方向性的話題 開放是好聽一點 我覺得是的 其實我不想困死我 我只是說 我繼續說的新聞是不行的 這次我也有資料在這裡要說的 就是 為什麼你發覺這次中了的人 過了身體很多人 有長期病的話 絕大部分有糖尿病 糖尿病 飲食控制 如果生酮是否可以回復 糖尿病異形 基本上 90幾個百分比 可以回復 很神奇的 接著有一個叫 潘哈比 就是HAPPY潘哈 去宗教 不如說去腐敗 什麼形式 應該是 什麼形式 都可以興起 直到腐敗 再被根體 首先這次我們說 他的乘著懷空 沒錯 所有事情 甚至你這次覺得佛教的創資人 釋迦華利佛 他都不是永遠存在 他都在這個世界上 79年然後就過世了 是吧 OK 但是我現在說的 不是去腐敗 是去宗教化 留意這件事 這次疫情完了之後 所有太陽倫時代的代表 都會被清洗 不要說一乾二淨 但是七七八八 包括中共 都說得很白 而宗教也是 會清洗得乾乾淨淨 未必這次只是單純武漢肺炎一次 接下來還有幾波的 一路清洗 但是你可以想想 接下來會怎樣 就是大家真的進入一個時代 是互相幫忙 你看到這次 各國自己現在很忙 處理各國自己的疫情 但是你看到 其實是大家 在同時 有互相交流 加強了交流 加強了大家的消息的傳遞 所以其實接下來會開始一個新的局面 進入了森林時代 就是 宗教已經不再重要 反而是意識形態 愛的交流 意念 和靈性的揚升 所以其實現在不同程度的你 你的高我就是 畢業成了佛的你 OK 其實我們做靈擺療的 就是我本人 我要和我的高我 長期聯繫著 才可以真的做到 和清晰到 別人 因為不是我個人的力量 也不是你的力量 而是我的高我和你的高我 因為我們兩個高我都存在 可能現在的你 是完全一點都不靈性 一點都不靈性 但是你 somehow OK 正如所有眾生最終會成佛一樣 你的高我 是你的終極版本 就是那句 十幾歲失戀的你 可以寫信給 四十幾五十歲的你 尋求指示 尋求建議一樣 OK 所以它是你的過來人 它看到你現在的經歷 所以我上一集我都說 譬如你殺滿 你直接去到和你的高我 溝通 是否好 而很多人不明白 其實殺滿 聲音治療 以及催眠的共通之處 在哪裡 它是全部和老電波有關的 這個是測試到的 譬如你講的 殺滿要去到 Beta的Brain Rage 4-7B去2 其實Beta 我們做Healing的時候 是聲音治療 我們都是要你去到 接近那個境界 但是分別是什麼呢 分別就是 殺滿是我們自己透過鼓聲 我們自己就可以了 我們自己有一套方法 我們自己就去 自己去找我們的高我 問問問問問問 一大堆 有什麼要跟我說 好笑的 你的高我是很傳的 我可以跟你說 我說你都不明白了 真的 我現在最好笑的是 我對著我老師 Kevin Turner 他放鼓聲 接著去找你的高我的時候 我去找他 接著我問他 我為什麼才可以 事業做得這麼好 他開過 第一個 你要面對你的弱點 面對你的缺點 你最差的就是 Admin 還有數字 我直接就睡了 說真的 我現在呢 是一秒睡著 我都說我朋友跟我一起去台灣參加workshop 是 你真的很厲害 你真的一秒就睡著 現在是這樣 我以前是失眠的 我以前曾經要吃安眠藥的 一直吃的 現在完全不用了 我現在簡直是 聽聽看電台睡了 想一想看朋友睡了 不斷地睡了 怎麼搞 因為我的consciousness 我的意識 我的潛意識 清理得很乾淨 我的身心靈結合到 OK 我不是有一些東西 被我掃到地毯底裡 我不想面對 我想逃避 沒有 所以我現在很清楚 心安理得 不是說你害過人 不心安理得 而是在你的潛意識裡面 你的靈性層面那裡 有東西在喊出來 要你處理 而你不處理 十年 OK 當然你可以說 其實呢 你呢 就可能是因為你的神上性 是 那個是物理層面 那麼 你跟我聊 我都會跟你檢查 如果我這樣保持 你保持不了的時候 是這樣的 OK 那就真的是 你的 OK 三招經歷的神上性虐 再看你每天什麼時候累 啊 對 好了 看你吃點東西 咦 還不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 我就說 麻煩你幾個層面一起看 好 我們繼續說 好 好 我們繼續說 其實不是 我想說 聽 佛教的宗旨 我到今時今日 我還是相信業力 因果 人生難得 我全部都相信 OK 我相信 在大公義當中 會有小公義 所以為什麼我們 你透過家庭排列 就看到了 就是 如果你家裡 有人 在你之前 出現的人 未必有血緣關係 OK 他遭受的不公義 或者他的犧牲 造成了你的話 你是必定會有所承擔 他的不幸 我的出生 是因為我爸爸 第一個太太的犧牲 所以我承擔了 他一部分的情緒和難過 和他的 祭餘 OK 你問我 我爸爸 沒有心害我 他最愛的女兒 一定不是 但是因為 的而且 我可以出生 是因為我爸爸 第一個太太的犧牲 所以 大公義的彰顯 就是我要承擔 而我和我妹妹 分開長大 但是我妹妹和我 都不約而同 承擔了家庭不同的不公義 之前如果有些人 是不被看見 不被尊重 OK 他的犧牲 沒有被紀錄 被紀念 所以為什麼中國人 要清明這麼好 清明從養是好 家裡有牌位是好 因為要被看見 其實 如果你有家庭排列的概念 的話 我可以再講多一點 OK 但是我接下來 我打算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就是我想說什麼 我就說什麼 如果你接受不到靈性層 也就是跳過一段 不會聽 你只是聽那些 只是說物理層的東西 就是吃什麼有益 吃蛋是好的 蛋黃有其好的 吃骨水是好的 OK 補充膽固醇 因為 補充一點點 物理層的東西給大家 你們先留著言 OK 喝一口東西 OK 然後呢 就看回 那個 關於膽固醇那一段 要找 要找 病毒 現在武漢肺炎 是不斷在變種的 好 笑 不穿哪年了 還有 有一個抗疫新招 就是把銅 鋼 鋼 真的銅 鋼 黏在門柄 和電梯的按鈕 那你當然不可以黏你的大廈 被人剷了 但是你自己的大門 你可以拿銅去黏 OK 因為呢 銅是最抗病毒 現在我看到 在吉沙特上面 有人弄一個銅的把手 是被你按鈕 和開門的 因為病毒一碰到銅 就死了 所以我之前 就叫你們喝銅杯的水 銅湖的水 那當然會有一個 所謂的自稱西醫 你會跳出來瘋 但無論如何 這是科技 你先留著鹽 我先找一找 很怪你 危險的小狗 你知道嗎? 我沒找到 不知道在哪裏 有一個問 我下次再說 OK 那就看你們留言 香港有沒有實用學 我們都沒有學 因為 就像我和吉利布丁學了 我們不適合教的 其實 如果你要學你去台灣 去泰國 還有巴黎 就是我們師父 Kelvin Turner有教的 可以去跟他學 最正宗 OK 最有料到 我先去看你們的留言 你們有問的 就問了 然後我就 我就會 完結了 OK Double Mirror Numbers 就是說 1111 還是什麼號碼 這些 這些 這些是 Angel Numbers 是這樣 如果沒有膽過唇 就死了 是真的 膽過唇太低 你身體不斷發炎 很多病 其實我想說 你們 要明白我的立場 很簡單 就是 因為我不賣藥 OK 所以我是 不會說 透過你們的生病 而牟利 明白嗎 就是 你們最多 在我那裡買曲奇餅 就是生童的曲奇餅 或者可能買一些 草本沖水喝 可以買一個 用成小的了 已經 但是 我想說就是 譬如 醫生那個體制 我覺得 我會更舒服的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醫生他的賺錢模式 是 保持我們健康的 去賺錢 就是說 如果我們健康他有錢 我們病他扣錢 那我就會很有信心 你明白嗎 但是現在是不同的 現在他的 income stream 就是他的 他的收入模式 就是透過病人病 病 診金 開藥 你明白嗎 我反過來 就是說如果我 是 給他 是說 喂 我每個月供款給你 OK 而你保持著我不病 OK You do everything to keep me from getting sick 我寧願是這樣的 這是什麼 所以就是說 我怎麼相信 你是透過我生病 而賺錢 這種模式 你是會 想保障我最大健康呢 還有 當你看到今天有個個案 我就說 不是今天是昨天還是事日 就是一個在晉陽邨的 他吃不到他的中藥 是中醫 註冊中醫開的中藥 不讓他拿進去給他 這個不就是霸權 其實我不是反 某一種醫學體制 而是霸權 其實我真正反應是霸權 OK Didi 私底下說 銅烏很簡單的就是你的清洗方式 就是因為它真正的金屬 它不是合金來的 它一定會生死 你要用醋 浸它 搓它 散開 或者用檸檬汁 都可以的 OK 那銅烏的做法是怎麼樣 你加水下去 浸它一晚 OK 一第二天睡醒 就整壺 堆了它 OK 那會不會浸銅瘦味 怪味 不會的 真的銅烏味 是應該這樣的味道 它是幫助身體對抗細菌和病毒的 還有它幫助你的身體吸收鐵質 OK 增加血液的大氧量 OK 那接著就在 阿瑜伏達 即是印度的醫學的角度 它平衡你身體裡面的金木水火土 地水火風空的 OK 所以它有很多好處的 而呢 外面有很多的銅烏 銅烏呢 它其實是有混一些便宜的金屬 因為呢 其實那些呢 是不健康的 就是 它 身體會有重金屬的殘留 純痛就不會了 所以你要很小心 就是買那間的 你要知道它真的純痛才好 如果不然呢 你會得不上失的 OK 那麥理層面 就是我們吃的東西 那就繼續心痛 大家不要乖 好嗎 你看這次中招的 很多人都有萬星病 尤其是糖尿病 還有你現在聽商學廣告 糖尿話聲也有說 就是每10個糖尿病患者 只有5個是 因為心臟是微小的 OK 高我和超我是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呢 我們做療癒的時候呢 我多說幾分鐘吧 我想要做一個小時 OK 其實 為什麼你們經常在物理層面 有這個病 其實浪費了 我不是說你關了房子 不會割 你便做 我不會阻礙你 我甚至會給你意見 那一段時間 我只會閉嘴不說的 你問我可不可以吃這個藥 你千萬不要問我 但我能坐牢的 當然是吃 你當然要聽你醫生說 你知道嗎 你來找我 我要你簽一份東西 免責聲明 就是說你不能夠 以我所說的 取患我們醫生的專業意見 所以為什麼沒有人進入我 就是這個意思 OK 但是醫生不會和你催眠的 我會 OK 我會看你的病 或者你的情況 在我那裡 OK 你是 我要處理它 underlying 就是你現在 面臨著那個情況 譬如你長期焦慮不安 那它的源頭在哪裡 為什麼會這樣 你催眠去找 那催眠自然師 不是只有我一個 很多的 你想找我的老師 我介紹給你也可以 其實你不是一定要找我 但是催眠去找回 到底它的源頭是今世 還是以前上一世 OK 可以嗎 好 能量層面 還有 就是經絡 或者麥倫都出了問題 如果是 就清理它 對貧血有幫助 因為它是使得 使得你的身體 更好運用 和吸收鐵質 增加血液的大量量 OK 還有 很多時候 不是你真的沒有鐵質 是運用不了 OK 它的使用低 你明白嗎 你測試的時候 我會嘗試你的任督耳墨 就是說這個 不是墨墨 經絡的角度 OK 任督耳墨 經絡就是檢查底論和心論 OK 如果你上來 你提我幫你檢查這些 OK 但是要成功 OK 每個小時的很快 OK 不用收錢 你儘管可以了 現在的疫情 我也想一對一的服務 我不想一次過有幾個人走上來 然後不知招呼誰 我想很專注地處理一個客人 一同一同 好 接著到最後就是 你這個毛病 其實是不是一個 你的生命課 就是你這輩子 要透過這個病學到一些東西 或者說 你其實是一個家族創傷 我就說有一個女生 她自小也有一個寂寞 她晚上跳上床睡覺 要立即閉上眼睛 她不可以看著天花 因為她覺得天花板會倒塌 你不記得這個個案子嗎 因為她自己也不在意這個關係 但我當然會問問問 她會說出來 就是她爸爸 那時候 兩歲多是在廣州的 那時候日軍的空軍 把炸彈放進去 炸了她的東西 她爸爸會看著天花倒塌 然後細胞記憶 就下了女兒 明白嗎 她爸爸自己也不知道 她爸爸過了生 但是她爸爸其實 催眠都會催得回這一幕 其實 如果那個女兒 她沒有聽爸爸說這件事 其實分分鐘催眠都會找得回這件事 OK Jessica Lam 我銅瓶喝水 試過初期感冒後 痛狂喝銅水 第二天睡覺就好 是啊 加上樹皮 加上椰子牛 油拔 其實我盡量不想你們吃藥 所以用這些天然的方法 其實是喝水而已 就是你問我西醫要挑戰了什麼 水而已 還有Iuvia真的有這個做法 還有比如你有濕疹 你用那些糖水去洗發起的地方 擦椰子牛 OK 如果有時間用雨落冷敷 那這個也是印度Iuvia的方法 OK 好了 所以就說其實你要看回你現在的毛病 在那四個層裡面怎樣應用它 OK 我現在希望 就是剛才說的M小姐 就是全身濕疹 而催眠前世回數的時候 去回14歲被火燒 我們改變了那個結局之後 我也很期待看看她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OK 上次除了處理了她這個前世 也都處理了她這一世 在媽媽肚裡面的時候 OK 她去回媽媽肚裡面 她感受媽媽那時候的感受 OK 她外在的世界是怎樣 那那一部分有處理到 但是其餘 就是包括她爸爸行船 那一部分我不說太多了 還沒有處理的 OK 所以下一次可以處理那部分 M小姐你知道我講的沒有 那接著 Jessica我欠你 和BonoBono還沒做 Devin我欠你 和BonoBono還沒做 還有如果有任何人 之前給我錢 預約了東西的 還沒約到時間 求你浮臉 麻煩 WhatsApp 614 14 525 約了時間 幫你做 我一定不會走 你放心 OK 但是之前的系統 真的有問題 所有預約都沒有了 這是真事 還有之前 究竟那班同事 就是用靈擺去檢查 賭碼買哪一隻 被我刷入上天花板 然後現在全都沒有了 現在換了一個很靈性的同事 我還沒有幫你號碼 本本身都是一個療療 因為如果 我不想這麼說 但是如果心術不正的人 他會用這件事去亂來的人 我不會欠那些錢而生活不了的 老實說 所以我不想亂來接 我不是說有一個女孩子 她見到我用 她真的以為你拿著連扒 振一下就行的 我怎麼知道你不是很振的 對嗎? 是呀 假設我是拿著她 我不動的 而是那個能力 自己動她 那個女孩子 我想說的就是 有一次workshop 完了之後 我們一起去吃飯 我們幾個人的 她不知自己是誰是麥麟主導 她問我是誰是麥麟主導 我check了 我說是底論主導 不喜歡 你再check 再check 再check 每天三次都是底論主導 不開心 然後她整晚吃飯在那裡 check online找了那些麥麟資料 其實online的麥麟資料 真的未必準的 我在跟她說 不要緊 我做參考而已 轉頭就讓我看到她去那些new age店 買了一個靈擺 你知不知道做療癒的靈擺 並不是一般的靈擺 是特別的 她有一些特別的設計 因為我們要check 她本身放的是什麼光 武器 然後她就開始幫人做 她在我身上接觸到 witchcraft 我不是說我是一個白武師嗎? 她接觸到這件事 我很害怕是因為我覺得 我令到這個人接觸到這件事 是害了人 她有沒有做過ground work 就是她和她的高我長期連接著 她有沒有check她自己的小我 現在佔多少個percent 她有沒有set了一個防衛罩 學過SRT的人就知道了 是三重的防衛罩 你有沒有set到這件事 這個靈性委員會現在的組成成份 我問有幾多個member 你有沒有check這些事情 你沒有做這些事情 和你的空間 有沒有整個cleanse 如果沒有 為什麼你覺得你可以幫人做 為什麼你會拍YouTube教人 我很怕 我覺得我很有責任 你明白嗎? 不過到最後 我有朋友 布丁的那些都會安慰我 就是說 算了 什麼人就會去找什麼人 如果真的找她那些人 就是因為她的因果 她要還給她 那你就隨她 那她說得對的 I'm sorry for 他們 而當初我介紹了這件事 給這個女生知道 我都沒想過她會這麼深述不正 去做這件事 但是 所以我解釋為什麼我會這麼小心 或者有些booking 為什麼我這麼遲都還沒見得你呢 就是因為我真的要check Are you ready or not 其實如果你吵吵閉 就發脾氣 或一定要馬上見 那我唯有馬上見 但是如果你不是一個真正 ready的階段 譬如你的目標 我說你還沒 ready 那你都要見 那你發脾氣 那我都要見 但其實 未必真的最好 老實說 OK 還有呢 你們幫我一個忙 就是 你們過來找我之前 你問一問 OK 你自己閉上眼想 你最深的恐懼 你的深層恐懼 OK 就是 Worst case scenario 最恐怖的情況 對你來說是 然後問一問 查一下家閘 你家人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 OK 是會到時候畫鬼腳 和這件事有關 因為如果是家族創傷的話 我們要這樣畫鬼腳 有機會不關家人的事 OK 但有機會 不是家族業力因果 是個人的業力因果影響 所以為什麼 食藥打針 看醫生 開刀 未必能夠根治所有問題 因為有業障病 和因果病 也都有冤親債助病 業力因果病還會是分家族和個人 所以 我的存在是有我的價值 就算之前有些西醫在那裡瘋 有些博士 專家走出來攻擊我都好 我繼續存活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是在做這些他們不做的事情 他們繼續開藥給你 叫你開刀 打針 我不是做這些的 我做的 我服用的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會檢查你另外的東西 OK 行不行 請問銅杯可不可以裝其他飲品 例如檸檬水加醋 不建議 不建議 你要檸檬水加醋 黃先生 你放進麥倫水樽裡 OK 銅杯就這樣用花草 就是我的草本 放在裡面浸水 如果你真的要的話 或者就這樣用普通的水浸它 因為它是金屬 它會和不同的東西有交代 它對醋尤其有交代 對酸性的東西 所以不建議這樣做 椰油是否可以全身塗 不會令到沒有堵塞 不會 椰油之後有防曬作用 勁乾皮膚 可不可以用 另外銅杯銅壺是哪個 多少錢感激 銅杯銅壺多少錢 我不記得 在我店裡有 你可以上去看 而且如果你上來找我 你可以告訴我 你的情況是什麼 我會幫你做肌肉測試 即是肌肉測試 看什麼東西適合你和不適合你 這是你身體的反應 我沒得做馬的 OK 那真的適合你的東西 你才買 那我有柴油的 我的皮膚 我現在沒有化妝 所以你看到我有 看到嗎 我小時候幫我媽媽 倒煙灰光 我有柴油的 所以你有柴油的皮膚 會比較有光澤一點 想想想想 OK 好嗎 那你們有任何的問題 我以後都是這樣的 開波就回應了你的提問 接著之後 就開始講自己想講的東西 橫跨四個層面 可以講到很V混混 你講到很物質層面都可以 但是總之 大家找回自己 剛剛聽的東西來聽 好嗎 OK 感謝感謝 如果想上來的話 我們盡量都希望 約時間的 好嗎 盡量約時間 來後不要過 在我們的旅邊 生童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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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直接約到時間 OK 接著還有些什麼 來之前想一想你的心臟恐懼是什麼 家族發生的事 如果盡量知道盡量問 好嗎 這些絕對有用的 因為其實沒有人 是每個人 都可以透過細胞記憶來到我們的心臟 是每個人都有的 OK Bye